尽管正在与癌症作斗争,查尔斯三世国王本周二仍在布克宫热情地迎接了韩战老兵,共同庆祝该冲突的70周年纪念日。 这位75岁的君主与老兵一同坐在一起,微笑着,表达了深深的敬意。 据英媒3月19日称,安妮公主和爱丁堡公爵夫人随后将在宫行厅举办一个招待会,招待大约200名韩战老兵。 这一高贵的举动是对皇室家族无尽尊重和感激的证明,他们致力于承认并纪念那些为国家服务的人所做出的牺牲。 同时,查尔斯三世国王仍坚守着自己的职责,将时间分配在伦敦和桑德林厄姆的住所之间。 据报道,宫廷住手正在研究如何满足国王的健康需求,以确保他在夏季的重要活动中出席,如红毯典礼。 据了解,目前王室正在考虑一些修改,包括乘坐马车,而不是骑马,凸显了皇室对国王健康需求的适应性。 代表国王的安妮公主发表了一篇感人的演讲,纪念了曾被称为被遗忘的战争的韩战。 韩战于1953年签署停战协定结束,这场冲突在全球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英联邦军队响应联合国的号召支援韩国,展示了面对逆境时的坚定团结。 超过6万名英国武装部队成员的牺牲,包括1100人阵亡和2500人受伤,英美认为永远值得铭记。 在皇室家族中,像卡米拉王后和威廉王子这样的重要人物缺席红毯典礼是引人注目的,他们将额外的职责承担在国王的名义。 这些时刻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紧紧遵循协议的范畴,它们象征着面对逆境时的韧性、团结和延续。 当查尔斯三世国王应对健康挑战时,他对职责和服务的坚定承诺成为了全民的榜样。 英国媒体认为,在继续传承古老传统的同时,他们应对着现代生活的复杂性,保持着希望和稳定的气质,成为了国家的一道明亮的风景线。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3月19日,威廉王子来到谢菲尔德本地联盟会议,罕见秀起了恩爱,王子向当地民众说道,这是我妻子的地盘,希望她在我身边。 这是这段时间参加公务活动,威廉第三次提及妻子凯特,虽然他没有向公众解释这段时间妻子凯特的近况,但是言语间,也要让公众知道,他们的感情如初,并非像传言的那样。 或许是妻子凯特快要完全康复,他们一家的生活即将能回到正轨,活动中的威廉与大家积极互动,眉开眼笑,不似从前。 其实,自从他和凯特结婚后,两个人就是一个共同体,总是一起并肩前行,相比于温莎世代男人都有点怯懦不安。 虽然凯特是女人,却有着更为强大的内心和力量,很多时候,凯特都是威廉强大的后盾。 从凯特长达三个月不能出席活动,威廉乃至整个王室也发现了凯特的重要性,只是单单说去养病,就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猜测。 哈里和梅根任何一场的访谈都不如凯特的一个猜测,更牵动人心,这就是凯特的魅力。 某种程度上说,凯特王妃的魅力和影响力并不亚于婆婆戴安娜。 而多次被媒体拍到,威廉出席活动时,影孤影单,很不自在,没有凯特,还有孩子的陪伴,威廉并不受媒体的热情欢迎和待见,两旁的民众反应冷淡,威廉是多么想有凯特的陪伴呀。 所以,威廉对凯特的施爱,绝对是真情实义。 前两天拍到凯特第一次出行的《太阳报》记者不无感慨地说,他都不忍心再拍凯特了,实在是威廉护妻心切砸。 从女王的时代开始,民众就有推翻王室的念头,但是,女王以超高的情商和影响力又将王室的辉煌延续了将近一百年,接着有了戴安娜如同明星般的存在。 现如今,凯特王妃和三个孩子又以如此清新且亲和的模样赢得了大众的好感,尤其是夏洛特公主,她矜持又重情义。 正如某些粉丝所说,英王室的辉煌都是由女性缔造的。 相信,从这以后,威廉会更加珍惜她的妻子凯特,不管这次她们是闹别扭,还是凯特真的在养病,凯特的消失让威廉看到了她的强大影响力。 此外,在《太阳报》公布了一段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一同外出购物的视频,但史料未及的是,这段视频并没有平息人们对凯特真实状况的各种猜测,甚至有人认为,视频中凯特并非她本人,而是她的二重生,海蒂,阿甘。 但很快,43岁的海蒂就出面澄清了这一传闻,并坚称,视频中凯特百分百就是王妃本人。 据《每日邮报》报道,自2012年以来,海蒂就一直以扮演凯特为生,而她的搭档也与威廉王子极为相似,但现在,这位长得最像凯特的模仿者否认是她的替身,并敦促人们停止毫无根据的猜测。 海蒂在接受《禁报》采访时透露,很多人跑到她的社交媒体上,向她确认视频中的凯特是不是她自己,让她哭笑不得。 这位两个孩子的母亲解释道,很明显,有人猜测那些镜头和剧照里是不是凯特和威廉,但我当时在工作,所以我知道那不是我。 我完全相信视频里的就是凯特和威廉,所以她还活着,我们可以确定这一点。 海蒂还表示,当天她在一个舞蹈和音乐剧团里任教,并没有外出购物。 同时,这位演员也认为,所有关于凯特健康的阴谋论实在太过分,并补充道,如果她想对手术的事情进行保密,那么肯心顿公不愿透露更多细节是完全正确的。 而除了海蒂之外,拍摄视频的当事人也驳斥了凯特使用替身的说法,另一名目击者则透露,威廉和凯特去逛商店的当天上午都在看他们的三个孩子,10岁的乔治,8岁的夏洛特和5岁的路易做运动。 据悉,视频是在当天晚上英格兰对阵法国的六国赛之前拍摄的,所以凯特和威廉才会前往商店购买食物,以便和家人一起观看比赛。 而这也是凯特王妃自1月中旬以来第一次正常露面,或许可以说明她很快就会复工了。 肢体语言专家朱迪·詹姆斯在接受《每日邮报》采访时则表示,凯特这次外出看起来非常自信,她昂着头,长发飘动,脸上带着圆润的微笑,说明她很乐观和快乐。 朱迪还指出,威廉看起来非常低调,她把脸藏在帽子下面,低着头,但凯特走在她的前面,步伐足够大,没有任何虚弱的迹象。 凯特这么做是为了被人看到,以安抚粉丝,消除围绕她的所有疯狂猜测。 这位专家补充道,看到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女人,社交媒体上疯狂猜测的对象突然出现在公众面前,看起来不仅健康,充满活力,非常快乐,而且没有明显的隐藏企图,这真是太令人震惊了。 不过到目前为止,肯辛顿工仍没有对凯特出现在温莎农场商店的镜头,发表任何评论。 据报道,该商店是威廉已故祖父菲利普亲王开设的,所以深受威尔士夫妇喜爱。 而还有肢体语言专家也对凯特农场照进行专业分析,得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结论。 有英媒报道,肢体语言专家阿德里安娜·卡特分析了凯特农场照片后,认为照片中的凯特存在自我意识,他似乎意识到自己正在被人拍摄。 据阿德里安娜·卡特透露,凯特农场照片中的凯特似乎意识到自己在节目中,他似乎知道自己正在被人拍摄,有摆拍的嫌疑。 他告诉《每日星报》,凯特的肢体语言看起来很放松,好像他在享受自己,不乏轻快。 卡特补充说,凯特似乎很高兴有他的丈夫在身边。 他继续说道,当他和威廉交谈时,这段视频中的笑容是真正的享受。 外出应该有助于人们摆脱对凯特和他的健康的担忧。 他没有试图隐藏自己或表现出任何保护行为, 他的肢体语言是开放和放松的。 他似乎意识到自己正在节目中,正在被人拍摄。 凯特王妃自从在公众视野中消失后,王室粉丝们十分担心他的健康状况, 随着他久未露面,很多人甚至担心其他的安危。 自从凯特王妃在马里波恩的伦敦诊所接受手术以来, 他只在公众面前被拍过几次照片。 他没有出现在公开场合,在网上引发了许多疯狂的阴谋论, 有消息人士敦促公众不要担心。 一位内部知情人士告诉对媒体评论称, 凯特王妃正在恢复身体,所以才久未露面。 显然,此次肢体语言专家对凯特农场照片的分析结论, 让这件事情又多了几分疑点。 毕竟本来就有一些人认为,照片中的凯特王妃并非真身, 而是替身,毕竟这个凯特王妃和人们记忆中的凯特有着一定的差距。 如果这个凯特真的是如专家所说, 意识到自己正在节目中,正被人拍摄, 那么这些照片视频就有事故意摆拍的嫌疑。 至于为什么摆拍这些照片视频,你们觉得呢?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友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